张作霖和杜月生同处于同一历史阶段 两人之间的年龄相差13岁 张作霖名副其实的东北王 北洋政府最后一任统治者 可以算得上国家最高领袖 而杜月生也是一个传奇人物 草根出身 崛起于市井 统领的青帮手下有数万余众 手眼通天 是上海黑白两道通吃的黑帮大佬 抛开历史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 如果张作霖在上海的话 他敢惹杜月生吗 杜月生出生在1888年的江苏省川沙厅 也就是如今的浦东新区 从小家中十分穷困 为了讨生活 1902年流浪到了上海滩 在上海滩做过水果滩学徒 也去过肉铺做工 因为喜爱赌博都被赶了出去 于是他就在码头上 和那些混混一起去交诈出次来上海的人 在十六铺码头有一个青帮头目叫陈世昌 将杜月生收在了门下 自此杜月生算得上正式踏入黑道生涯 在上海滩的黑帮里混得久了 就混到法租界寻补房的包袋 1918年 杜月生经过介绍来到了 时任法租界警务处督察长的 黄金荣家中作杂物 黄金荣何许人也 那可是当时青帮最大的头目 杜月生依靠自己脑子灵活 心思活泛 很快就讨得了黄金荣老婆林贵生的赏识 当时松户户军都督使和风铃等人 私下里集资开办了一家贩卖鸦片的公司 杜月生认为这个公司有一个军阀当后台 肯定可以赚大钱 于是就让林贵生以黄金荣的名义参股 结果不到两年就为黄金荣赚两百万元 黄金荣此时也注意到了杜月生的才能 就给了他五万元的酬劳 并将上海滩三大赌场之一的 宫兴俱乐部交给杜月生打理 杜月生由此开始羽衣丰满 走上了更大的舞台 当时的上海 烟土生已几乎被英租界的 探幕神兴山为首的大八国党垄断 杜月生为了可以分一杯羹 组建了小八国党 到了1919年 经过明争暗斗 杜月生最终胜利 成为了最大的烟土走私集团头目 杜月生的名字也开始响彻上海滩 1922年 蒋介石因为穷途末路掰了杜月生为师 杜月生也不遗余力地帮助了他 后来蒋介石成为了国民党的领袖人物 南京政府成立之后 杜月生担任了海军总司令部顾问 行政院参议等职 并且九月份还担任了法租界公动局临时滑动顾问 一时之间杜月生在上海滩风头无凉 1931年 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了918事变 疯狂袭击北大营 张学良奉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 认为日本人是在挑衅 要求军队不得反抗 日本仅用了一天就占领了沈阳 后来在1933年 东北军在热河和日军打响了战役 数十万东北军竟然不拍一击 在战场上节节败普 很快热河就沦陷了 张学良领兵退职关系 张学良的不抵抗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声头 为了平息民愤 张学良只得辞职 3月12日 张学良携带妻子于凤智来到了上海 杜月生热情地接待了他们 在上海期间 杜月生帮张学良摆平了王亚桥的暗杀 又联系医生为他戒毒 可以说杜月生在上海的根基十分深厚 民间称呼其为上海皇帝 杜月生也确实十分会做人 总是在别人危难的时候雪中送太 张作霖 彪悍的一生不需要解释 1975年 张作霖出生在凤田海城县 因为父亲耗赌 导致家境贫寒 在他11岁的时候 他的父亲被赌徒打死 张作霖叫上自己二哥去报仇 结果失手打死了人 他的二哥被捕 张作霖逃走了 后来张作霖当过兵做过马匪 等到1990年的时候 沙俄入侵东北 张作霖趁机组建了保险队 占据中安保并且越做越大 管辖范围也从几个村子扩大到了二十多个村子 后来土匪金寿山勾结俄国人 偷袭中安保 张作霖逃到了八脚台 逃跑的路上 他的妻子在马车上生下了张学良 1902年张作霖接受了招案 成为了正式军 至此开始在东北的军界一路驰骋 很快就成为了一名有实力的军阀 1918年在徐树征的帮助下 张作霖截取了直系军阀购买的大批军火 军队实力大增 很快成为了东三省巡岳使 并且张作霖利用这种手段 让自己的部下成为了黑龙江和吉林的渡军 张作霖也从此真正的掌握了东北的军政大权 成为了东北王 1920年 吴佩甫和曹坤联合张作霖发动了直腕战争 共同逼迫段祺瑞下演 后来段祺瑞将张作霖邀请到家中共同吃饭 张作霖没有想到是个红门宴 饭局中徐树征数次想要杀掉张作霖 可是段祺瑞还没有下定决心 张作霖看出端倪后 甲介方便为由 从下水到逃出 从此晚系军阀退出了历史舞台 直奉两系军阀共同执政北京 可是由于分赃不均 两系军阀很快就陷入了冷战 张作霖的心比天大 为了谋取更大的政权 张作霖在1922年发动了第一次直奉战争 由于战争时 张作霖的部队沿用的还是老式作战方法 并且大部分军人都是陆林出身 不懂得战术配合 被执军穷追猛打 等战了将近一年 可是热战仅仅打了六天就以奉军的惨败而告终 六天的时间 奉军牺牲两万余人 战败逃亡者一万余人 被缴歇者更是高达四万余人 张作霖退回关外后 成立了陆军整理处 为的就是整军精武 历经图治寻求复仇 很快机会就来了 直系军阀在英美的扶持下 势力如日中天 吴佩服为了将权力紧紧握在自己手中 消去了很多人的职务 很多大将都十分不满 一些人秘密联合准备反吴 而反观东北为了问鼎关内 张作霖做了充足的战争准备 联合了孙中山段祺锐 一同讨伐吴佩服 张作霖不仅加快整军精武 还加快了现代化部队的建设 大力发展空军和海军 1924年的9月15日 张作霖对直系军阀宣战 举兵进入关内 直系军阀动用了25万人 凤系也动员了东三省17万兵力 第二次直奉战争是中国历史上 第一次由海军和空军一同参与 并且取得重大作用的内战 最后以缝隙的胜利而告终 北洋政府最终开始了张作霖的时代 张作霖在北京宣布就任 北洋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 成为了国家最高统治者 而日本人因为在第二次直奉大战中 帮助了张作霖 威胁恐吓其签订蒙满新五路条约 但是张作霖在签订的时候 只签下了一个月子 并没有写下字的名字 为其后期撕毁条约埋下了伏笔 1928年蒋介石联合冯玉祥 严锡山等人对缝隙发动进攻 东北军全线战败 张作霖无奈只能退回关外 但是因为张作霖没有满足日本人 在东北修筑铁路以及开矿等等要求 张作霖的专业被日本人在黄谷屯车站的南南路 与京凤路交叉狗域埋的炸药炸成重伤 令于当天重伤不治而亡 张作霖掌控的军队 是杜岳生永远都无法比拟的 张作霖与杜岳生都是同在底层的小人物 最后成长为影响一方的大人 杜岳生作为帮派中人 在上海的政治地位也不低 但是相比较于张作霖 两人确实不在一个水平线上 杜岳生身边的黄金戎 曾经就因为惹恼了 这将独军卢永祥的儿子 差点丢掉小命 还是杜岳生在其中周旋 赔尽了笑脸 不知道送出去多少钱 打定了多少人才将此事平息 而当作临手握东三省的军政大权 名副其实的东北王 他的实力只会比卢永祥还要高 而杜岳生是一个黑社会 他这样的人在政府高层的眼里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 在政府眼中就是夜狐 须不得离之 方便完了就一脚踹进床下去 杜岳生曾经自持抗战时 出了不少力 在抗战胜利之后 想象蒋介石捞一个有影响力的官职 他看上的位置是上海市的市长 最不计也是副市长 但是蒋介石对于上海市长早有人选 根本没有理会杜岳生的请求 这才又上扁杜岳生自嘲室的名言 张作霖手握东三省的军队 最鼎盛的时候拥有35万兵力 这是任何一个军阀都要拉拢和敬畏的势力 杜岳生的青帮也有两万余众 但是两万多人力有几个有枪呢 两万的小混混和35万鹤枪实弹 训练有素的士兵 对抗的结果可想而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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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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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